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烟别言回》的故事 这个故事将谢仁祖 被人夸耀为言回 他回答,没有孔子,哪里有言回呢? 先跟标书逐字逐句解释原文 谢仁祖年八岁 这个谢仁祖小的时候 八岁那一年,他的老爸谢坤谢豫章将送客 将就是带领他一起送客人 耳食予以神物,自参上流 耳食就是那个年龄,那个时候 予以神物,就是这个小孩说话的时候 言语已经领悟神速 自参上流,就是自处于上等名流之中 就说这个小孩啊,当时已经言谈举止 非常高养,诸人,贤供探之 就一帮客人啊,贤就是兜的意思 都非常赞叹他 说年少一坐之言回 哎呀,这个小孩啊,年龄虽然小 但是啊,是我们这帮人当中的言回 言回就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 啊,负是颜回,人祖曰,坐无尼辅 焉别颜回 这个谢人祖啊,就说啊 哎呀,我们这帮人当中啊 根本就没有孔子 那么哪里谈得上有颜回呢 他这个话回答的,既谦虚又不谦虚 就说呀,哎呀,我称不上是颜回 但是呀,你们当中也没有像孔子这样的人物 这个泥辅是怎么解释呢 就孔子啊,明秋自种泥 孔子去世了以后啊 当时鲁国国君就封他为泥辅 这个字啊,有时候也念为泥辅 那就尊称他,哎,你像我的爸爸一样 但是还有一种解释啊 这个腹,就是同辅,杜辅的辅 就古代啊,就称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子 称他为辅,这个辅的原意 就是在田里长得比较壮健的新苗 那是个人才啊 就泥辅就是尊称孔子 然后跟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谢仁祖小的时候 八岁那一年 他老爸谢豫章 带着他一起送客人 那个时候啊 这个谢仁祖 他的言谈举止 已经非常敏捷 能够呀 在上流社会 混得非常自如 当时啊 那帮客人都非常赞叹他 说,哎呀 这个小孩啊 年龄虽然小 但是呀 是我们这帮人当中的言辉 非常聪明 谢仁祖说 哎呀 我们这帮人当中 根本就没有孔子 哪里谈得上有言辉呢 咱算不上 最后跟标书完整的朗诵原文 谢仁祖年八岁 谢豫章将送客 耳时予以神物 自参上流 诸仁贤贡探之 曰年少一坐之言回 仁祖曰 坐无泥腹 因别言回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天下之书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